敘利亞總統阿薩德說 陰謀破壞者正在利用改革的合法呼聲 但敘利亞不能通過蓄意破壞來進行改革 阿薩德星期一發表全國電視講話 他表示沒有穩定就不能發展 這是自從3月中旬反政府示威爆發以來 第三次發表重要講話 阿薩德表示他正組建一個委員會 研究敘利亞的憲法改革 他警告說 國家面對的最大危險是國家經濟的虛弱或者崩潰 在此之前 英國外交大臣呼籲阿薩德進行改革 否則下台 克格說希望土耳其向鄰國敘利亞施壓 對阿薩德講他正在失去合法性